《在任何人物》 這個戲的安排都充足 還有我們戲份集中 他們要想的事情都不是馬上想的 都是由思考過安排的 有些場面當然我們始終是一個 action drama的題材 但是在這麼大量動作 動作方面的東西 都是在一個很周傳的狀況下進行 除了動作很刺激的畫面之外 我覺得還有我們是互相刺對方的弱點 就是他知道我心裡的黑銀面 然後我知道嘉輝 所以在對戲的時候 我覺得那張張力和那張衝突 我和嘉輝對戲的時候覺得很過癮 這次雖然說我是一個正派 就是一個醫生 但我都利用很多東西去傷害他 動作了他的東西 我都和他打心理戰、追逐 還擊的東西我也有 我們有三個匪徒 所以輪著打他 我覺得真的很辛苦 因為嘉輝也是硬吃的 他更慘,他經常要封面 那個眼罩只有眼 他很貼面 他有時候動望的時候 戒掉他的眼 我覺得他也很辛苦 他也做了一個佛醫 我們真的有一個 做了三、四十年的大家姐 佛醫很有經驗來救他 我看到他拿東西 所有東西都很專業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嘉輝 拍戲的時候那種投入和準備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的 沉默的證人 更多的事情 有機會 我們都可以看小營 感谢观看